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组织或在向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过渡阶段 根本的自由主义者的社会革命 自由主义者的经济组织、背景、目标和目的及其发展和展开 使得资本主义和国家制度的根本变革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变化必然意味着要废除和克服两者 并为新经济、无政府主义社会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普遍的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 无政府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社会都不会在一天之内 也不会在世界范围内以一种同步的方式通过妖术来实现 社会革命不会在世界上每个国家同时发生 由于地理、气候、种族、人口条件、工业发展、自然财富、原材料的存在与否 农业的可能性、环境条件、基于单一类型或模式的统一也不是统一的 心态和文化等因素 即使在树叶和自由主义取向的决定性影响下 也会影响其建设性变体 从而导致根据其密度和所示的特定特征 它们不仅普遍存在 而且在每个国家 该体系及其新结构都应以多方面 多重和多元化的概况和方面为基础 以寻求不断的改进和和谐的平衡 但是 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实际有效手段和程序 必须以强有力和明确的准则加以体现 以把握现实并在其中开辟一条深深的沟壑 以期实现这一现实的丰硕成果 从今天开始明天免费 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和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宗旨 必须是在社会平等和人类团结的环境下 组成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每个人的自由和福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国家在其所有形式的专政中消失 即使被称为暂时的 在所有资本主义专制制度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私有财产 剥削和压迫人 社会阶级 职级 等级制度和特权的各种形式和程序 员工 不幸的是 尽管一个国家的社会革命在早期阶段 无法超越某些确定的条件 这些条件将不可避免地强加该国本身的特征 以及它爆发或发生时的手段 至少在经济秩序方面 由于全球考虑到的经济不是一瞬间就产生或发展的 因此从一开始就印上了其肥沃的足迹和坚定的意志 无政府主义者则必须关注这一点 将最大的实质性 成就和自由主义发展变为现实 座右铭应该是 所有人的自由 面包 衣服 住房 文化和娱乐 从每个根据自己的手段到每个根据他的需要 必须消除和清除所有反对新社会 自由组织的内部障碍 威权主义过去和剥削的生存 而且 依靠世界革命的团结来支持该国的社会革命将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如果它表现为绝对的无政府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类型学的话 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集团的所有援助都倾向于卫星化 还必须说 在任何深刻的革命性变化中 都有一段经济停滞 实验性试验 调整最合适的结构以适应所追求的目标和目的的时期 这使革命性的变革潮流及其价值受到考验 以及完成和建设的能力 确保公司的存在和自由运作 从一开始 就必须确保生产 供应 提高性能 生产率 而又不剥削生产工人阶级 不耗尽工人阶级 不让其脱离工作标准 社会革命及其巩固的直接胜利和其逐步发展的未来阶段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自身的社会 经济 文化和思想训练 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体和全球的特定革命和自由主义者的能力 考虑过的 新秩序的基本要素必须是自由和自觉的人 没有任何类型的经济 已经放弃了一切可以假定资本主义和国家制度与无政府主义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的目标是生活在自由中 并竭尽所能 使每个人都能享受自由 并在平等的条件下享受人民 可以无区别的向每个人提供多少土地 自然和团结努力 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广泛接受 出于同样的原因 我们的整体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广泛 而不是详尽无疑的 在实际应用的可能性和方式上 既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统一的 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 无论是相互的 集体的 合作的等 只要剥削的所有根源都排除在外 最公正 最充分的满足人们的需求 并确保人们获得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福祉的经济方式 试验的自由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应该有一条开放的道路 自然而然的设法使他们走下去在自由生产者和团结消费者联合会的基础上 与整个系统和通用系统并存的共同点 实验自由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 Prowton 无政府主义 集体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 Bakunin R Milat 自由主义 共产主义者 或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 Kropotkin-Milatistat 合作主义者 为商业化等的实验和共存 在地方 县 地区 或国家范围内 有可能在自由主义者体系内维护本质上是反独裁的无政府主义原则 从根本上说是自治的和联邦制的 尤其是从逻辑上自由主义者的角度理解 人类的进化和社会形式的进化不会停滞 任何经济结构都不能被认为是确定的和不变的 为了始终为个人 社会群体 人类群体的全面发展 创造更多的自由 更多的幸福 更多的东西 更大的完善 以及最理想的条件 这必须是无政府主义 社会的方向和宗旨 自由主义者的社会经济组织 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和经济草图 没有社会基础就无法发展经济 在人类或群体存在的地方 社会也就从同样的共存中兴起 即使是相同的简单自然的生物秩序 也能以无法满足的需求呈现需求 并且在总体上体现出来 超越了集体级 使人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寻求秩序或监管原则 去做至少与人类共存本身兼容 无论是基于自愿接受的 自觉接受的协议或合同 在无政府主义的观念中 至少在通过自由条约 承认组织基础的观念中 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是一种系统或结构性机制 它基于用清醒的现实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假设 使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更加可行 而没有神秘性 这些的含义和内容 新社会的基础 免费公社 对我们来说 新自由主义者社会组织的基石或生存单元 除了个人、团体、集体之外 公会是自由的公社 由每个公民组成的免费公社 在简单的行政管理方面 可以发挥一般社会协调的作用 在地方领土一级不是权利或政治制度 而是社会服务 其职能必须符合社区自由集会 本身通过共同协商一致做出的那些决议和决定 必须从公社中放逐所有的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 自由县的县 地区和国家联合会 可以在一个国家或特定地理和种族地区的一般级别上组成 并在国际上结成同盟 公社绝不能之专注于自身的政治权利 而不能之消散军事力量 而军事力量也必须完全消失 甚至没有革命性的力量 必须废除所有政治权利 没有人可以行使它 公社也不应该有经济专制制度 这使它的地理和历史术语成为封闭的保护区或领地 每个公社必须开放团结 实践和接受团结 其原则是所有自然或创造或制造的财富 所有产品 工具或物质商品都是共同的遗产 并由所有人支配 其使用权受到管制 由集体规则自由和自愿的建立 革命联合及其职能 能够最有效的确保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工作的组织及其功能的 有集体是革命的新迪加工会 由工业、田野、矿山、实验室和中心的自由工人组成 研究和搜索 包括技术专长 在地方、县、地区、国家和国际联盟中按部门和行业分组的工会 他们是负责根据需要直接管理工厂和车间、田地、矿山、码头、科学技术机构的机构 能够确保根据需要生产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至关重要的所有物品和物品 他们以自己的感觉和表现自己为宗旨 追求根据自己的优势和能力 在每个人对共同努力做出贡献的同时 创造风域的目标 而不剥削任何人或任何特权 必须考虑所有物质、经济和技术资源 制成品、农业、畜牧业、鱼业产品等 并通过适当和最合适的机构向公众提供 以供分发、交换和最公平的分配 工会联合会可以按生产类别无论是工业、农民等 还是公共服务、邮政、通讯、运输等组成 随着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和威权、主义结构的消失 社会革命将必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这必然意味着其他工作方式、制造业调整、专业转换、不同的生产专业 行业或行业的工会都不具有工厂、机械或制成品的政治权利或财产 社团主义的独裁主义也不应该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扎根 自我管理必须以确保最佳和最合理的工作和生产职能组织为基础 并由高度自觉和自愿的个人及专业责任感所控制 工厂、公司、车间或生产社区的自我管理委员会或委员会将由其雇佣的人员直接任命 并定期更新并可以撤销 官僚主义必须被委员会和各地排斥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为同一技术人员或专业人员提供指挥权 我们表示反对承认工会拥有一切权利的原则 例如将其授予指挥权、负责任的负责工作的任何技术人员或专业人士 他们必须平等地考虑其他工人道德有效生产者 为大众利益服务于一家普通公司的工作 分销和消费 我们捍卫和倡导的社会组织的宗旨不应是由任何团体、士族、实体或团体操纵或垄断的工业或商业利益或利润 而应是联邦或公社协会内部的共同利益 自由和团结 另一方面 我们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和机制不应嵌入僵化的装甲、单一的政权和不动的结构中 尊重不剥削的基本原则、财富、商品、土地、机器和产品的共同体 一切都应提供 并应单独和共同消费和使用 因此 将为所有人更好的保证和保证自由、面包、文化和工会与团结内部的独立 可以由消费者协会或联合会根据供应仓库和批发供应来确保农产品和制成品的总体协调和零售分销 生产工会和社区可以在该市场上供应和存放产品 以及通过有资格进行零售分销的消费者合作社和商店或中心 免于所有商业行为 革命的有机体集体生产集体甚至是生产和消费的混合群体 特别是在农业、农村和农民环境中 也可能是新经济作为重要有机体的适当有效安置和发展新经济手段之间的重要因素 在新的团结经济中以自由合作的原则运作 没有商业主义或并发 作为现实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认识的实践和有效表达 在西班牙革命期间 在鲜艳的历史现实主义的给定情况下 可以提供自由主义者式的集体主义 这是确保人民经济发展的有效有机体 最重要的是 与工会和其他社区组织合作 相互补充 并在其定义的领域和各自的特征 社会和社区固有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及功能中相互关注 社会和经济理事会 在公用事业的补充组织中 通过咨询 信息和统计 技术指导 寻求更完善的组织方式 地方和一般协调 以及与生产和消费 开发和研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以及开发新财富的共同点 可能有地方 县和地区经济委员会 从而导致联邦国民经济总理事会 这些经济理事会不应该具有任何执行权 而应该只是一个咨询和顾问团 他们可以由公社 公会 集体 合作社和消费中心 技术和文化组织任命的代表组成 我们捍卫和倡导的社会组织的宗旨 不应是任何团体 士族 实体或团体操纵 或垄断的工业或商业利润或利益 而是共同利益 这些理事会的成员 甚至可以称为社会和经济理事会 将由各自的机构任命 并在可延期和可撤销的临时基础上 委派给他们 考虑到基本的 物质的 生产的 相关的 文化和艺术上的需要等 可以形成的社会经济理事会 包括食物 住房 服装 农业和畜牧业 以及林业 采矿 鱼业 运输 通讯 图形艺术 新闻和书籍 冶金和钢铁工业 水 电荷动力 化学工业 玻璃和陶瓷部门 木材部门 建筑部门 健康部门 文化 艺术和娱乐部门 科学 研究和技术部门 仓库部门 信贷和交换 对外关系 进出口 通过他们在当地 社区 工会 集体 合作社和自制团体的分支机构 从下到上 将毫无交织地交织在一起 没有自制权的自制实体的协调与团结的总理事会 我们列出的各种理事会的名称可能与我们给出的名称不同 连结的广度或多或少 专业或分支的分界比所指示的更加多样化或综合 而且 他们始终将直接在有关各方之间联合采用 而不受任何限制 一般注意事项 在绘制或绘制这些方式或公式时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避免威权主义的影响和怀念 集中 吸收和垄断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趋势 并希望给予自由 自制 生活 结构 功能 使用内容和刺激性的提高和进步的促进 我们自然以自己的良知为基础 将变革性和创造性的社会动态能量建立在男人和女人的身上 作为他们自身 个人的整体以及与社区整体自愿联系的自制单位 如果在转型和全面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中 由于各种原因 工农业发展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 以创造超额和自由的个人获取 而没有应激或滥用各种产品 人们认为 在应用社会化 集体主义或初期共产主义体系内 分配和消费的正规化不是必要的 这应该是最理性和公正的 如果考虑使用薪酬制度的便利性或实用性来提供购买设施 我们也持相同意见 我们之所以反对它 是因为我们担心 如果薪酬不相等 即使如此 薪酬也将致命地陷入不公正 会引起自私和仇恨 从长远来看还会使不平等现象复活 在我们看来 在自由主义者社会学中已经引起争议的金钱的存在也不可举 而且 如果建立了以债券或凭证为基础的货币符号 则不得将其集中在银行类机构中 而是 当这些凭证或货币债券由公社内部或总体上发行时 它们必须具有购买力和可互换价值 货币符号的价值在物种或产品中的积累 在公社方面 更发达地区的强大 更重要或更繁荣的社区或公司的任何性质的积累 避免和打击集中化和垄断的方式相同 如果有必要制定总体经济计划 则必须确保不会牺牲或需要或可能会影响其援助 和资源的捐助方或单位不牺牲并事先接受 因为如果施加并体现了总体意愿有了有效 而无可争辩的力量的无所不能就会产生被压迫或不公正的风险 叛乱将不可避免的引起防御反应 社会必须向活的有机体 在其中的所有细胞或所有细胞群 所有器官都发挥其功能 以确保生命和健康 而人类和自主体现 贡献自己个性以丰富并激发其活力 并以其智力 理性和知识赋予其意识 人文精神 和谐发展 创造力和向上的动力 我们捍卫和倡导的社会组织的宗旨 不应是任何团体 士族 实体或团体操纵或垄断的工业 或商业利润或利益 而是共同利益 假装在不可变的准则中 定义是徒劳的 即使是用粗略的笔触 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 道德和经济基础 也要用细微的细节来定义我们 出于相同的原因 没有使用政治用语 因为同样的困惑 它适合自己 民主适合自己 我们知道 历史的发展远非遵循一条连续的上升线 而是起伏不定的痕迹 充满了矛盾 而新的社会 经济形式以及意识和意识本身的发展 正是通过它们而实现的 人类道德被克服并让位于新的形式 结构和观念 人类道德被克服并让位于也具有短暂存在的新形式 结构和观念在社会生活及其生命的不断更新中形式 新事物的永久创造动力 在每个城市 每个世界 每个时代的现实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生命的辩证法创造了那些能够推动进步的细菌 它们通过每个人的大脑 良知和意志 并以形式塑造了新的短暂现实 意识到这一点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为所有大胆的进步实现者而战 使革命精神保持生机勃勃和活跃 我们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为自由的明天的建设 设置障碍或限制 我们将自己局限于围绕主题 Law的这些笔记 经济组织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 或在向无政府状态的革命过渡阶段 没有任何详尽的主张 并且是对自由思想的贡献的共同思想和内容的贡献 而没有任何新颖性 点